1998至2012 拼超联赛与这些追逐梦想的人一同成长 2012361度拼超联赛重装上阵 双方的发挥和教练的排阵是这样的一种主要的原因 好 现在双方的定局比赛已经开始了 我们看看 现在这个场上比分应该是1比1 这是很松弛 老对手如果说我们纵览一下他的职业生涯 也可以发展 还有就是不断进步的整个的一个实力 特尔森的发球现在是4比6 但是我们看到防守的这一板 回球的质量是非常的好 肯定是高于佩尔森 而是不应该出现那个优秀运动员车的无畏失误 还是比较多的意思 一个局点 第一局的比赛马龙是 马龙更多的肯定和鼓励 这是最主要的指导 看看双方的第二局比赛 好球 这边我们看到的是包团银行他们的主教练马文格 不走包括处理球啊 感觉他是也不能冲 也有点谨慎吧 很难了 毕竟相差22岁 对他的速度真的很慢 经典落点变化方面 只能说是心有鱼力不足 而且又突然变现 是 主力队员 他一定要在第一场 非常关键的 是 那么在场上就打起了很被动 马龙特点丢掉了 你的风格就自己给自己改变了 怎么能站到参与比赛 现在已经是2比9了 节奏上突然的一个放慢 现在是9比4 好的 还是应该把心态整个调整过来 人一定要兴奋一些 是 这样的话 这样的比赛 配合 中文字幕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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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